4月6号下午5点 大街上突然出现一群凶神恶煞 你推我挤 中间被包围的男子表情惊恐 他想要奋力挣扎 却整个人被强行塞进车内 当黑色轿车的车门关上后 他试图从另外一个门逃跑 却又被压了回去 随后立刻有另外一辆白色轿车接应 可见嫌犯早有预谋 附近住户听到声响都不敢出门 就怕遭受波及 因为这二十几名扼煞 各个手里都拿着电击棒棍棒 甚至还有开山刀 事情是发生在4月6号下午5点多 当街掳人到了隔天早上 把被害男子丢包在国道3号的交流道 这名男子被发现时 头部撕裂伤 全身挫伤 还有遭电击棒凌虐的迹象 嫌犯当街掳人的地点 就在这个店门口 而整条三重的人正街 都是住宅区 附近还有幼儿园 二十几名扼煞的行径 已经造成人心惶惶 当街掳人的时间 就发生在下午5点40分 刚好是小朋友下课时间 附近小孩妇人相当多 再看一次惊悚掳人过程 被害男子被强压上车 拘禁了14小时 过程中不断遭受凌虐 最后被逼签下本票才保住一命 但是这二十几名扼煞 手持刀蟹残暴掳人 让被害男子饱受惊吓 到现在都还没落网 也让当地居民更是人人自为 记者新闻想温思涵 新北市报道